如果你实在是放不下一个人,人有时候总是很理性,有时候又总是很感性,你可以理性地去处理那些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但是却没有办法理性地去面对自己的感情。 每当遭遇爱情,你整个人就乱了,在喜欢一个人时,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,在那个人和你分开后,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忘了他。 在你的生命中,总有那么一个人,他只来过一下子,你却一直想念着,你明明跟自己说了无数次不要再想他了,你却依然还是放不下。 有句话说心里有作坟,埋着未亡人,当你总是放不下那个人,又不能去打扰他,那种思念的滋味一定很难受,让你觉得很痛苦吧。 对于那个人,你往前一步没有资格,退后一步又做不到,你就把自己一直困在那里,来来回回,走没走,也走不出那些回忆。 的确用心爱过的人,并没有那么容易说放下,就真的可以放下,不过如果你实在是放不下一个人,那么你也就不要太为难自己,就先不要放下好了。 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没出息,就是放不下的事实,也未必是件坏事,不骗自己,直面问题,也许这才是真正放下的开始。 是的,你就尽管一边往前走着,继续着你现在的生活,一边让它继续住在你心里,不时地在脑海里重复着那些曾经,这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 有些人有些事,比起刻意逼迫自己不要去想,就顺其自然,这样效果或许反而会更好。 也许在这一刻你会觉得,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它,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也许某天清晨一觉醒来,你突然间就会发现,它的身影模糊了,所有的情绪都散去了,你已经不再想它了。 时间从不言喻,却会悄然改变这一切,所以在那之前你不妨再给时间多一点时间,你要相信只要时间够长,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下去的,也没有什么人是放不下的。 直到后来你放下了它,你成为了更好的自己,你遇到了更好的人,那时候再回忆这段往事,你不但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,甚至只会觉得庆幸。 在这一生中,总要先遇到一个错的人,你才能知道该怎么去爱一个人,才能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的适合自己,并不是每一个爱过的人都适合和你过余生,有的人不过就只是用来成长的。